侯友宜在选前之夜选在的是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前的广场 5点30分就要开始了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佳瑜来告诉我们 好 主要观众 记得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在板桥体育馆哦 今天是侯友宜的选前之夜 可以看到呢 在我后方这些红色的椅子就已经摆得满满满了 那竞选办公室呢 去预估这一次的人数呢 会达到5万多人 在时间呢 是5点半的时候会做开始哦 所以民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场了 那侯宜会在9点半的时候到达活动的会场 那你可以看到呢 民众陆陆续续的进场 不过呢 今天是没有任何蓝营大咖的 因为侯宜强调说呢 整场造势晚会活动是以名为天 所以民众才是真正的主角哦 他也强调说呢 后面做事 所以等一下会有波浪舞啊 跟这个友谊舞啊 还要强调自己的政绩等等的 就是以民众来做一个聚焦哦 那在隔壁厂的林佳龙呢 就只隔了300多公尺哦 所以可以发现呢 今天新北市的警方呢 他们今天已经是召集了800多名警力呢 来做维安哦 因为预警呢 在蓝绿号召之下 民众恐怕会有8万多人涌入到整个会场当中哦 那友谊这边呢 就会把我们就会关心到呢 后宜市长这边呢 是有5万多人呢 在整个活动会场 那等一下活动开始呢 也会有更多的内容会持续为你们来做关心 我们先将镜头讲演给棚内 好 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前往选前职业 记得北台湾一定要穿保暖一点 也会下雨 我们也谢谢嘉瑜在现场守候 其实我们就要来掌握的是 这个选举最后关头了 每个候选人都在强力的催票 而韩国瑜呢 他今天再度回到了云林 要力挺争取县议员连任的小舅子李明哲 两个人在这个车队扫街拜票 他也强调说 今天他的角色就是拉拉队 沿途还是很多支持者 想要跟他握手签名合照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回到云林县 看到这么多乡亲 大家沿街 坐车 拜票 然后反应是这么热烈 所以想到 歧视民主政治可以非常愉悦 非常地欢乐 候选人跟选民之间 一个良性的互动 拜托选民神圣的一票投给候选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民主政治 非常正面的发展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谢谢 我是拉拉队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回去还有两三个小时 好 赶快回去 你跟那么久 好 我把他 还有没有 就这样了 好 好 好 杨全帽 杨全帽要不要签 不要 赶快回高雄了 快 辛苦了 好 看到很多民众到场 真的是韩国瑜魅力不减 那么很多支持者 特别从高雄杀到云林 就是希望最后关头可以呢 跟他一起拍照 合照 以及加油打劲 共蔡英文现在为了就选情 那么他喊话票投民进党候选人 就是投给蔡英文 但是蓝银炮轰说执政不利 也不跟大陆做朋友和平相处 现在的两岸危机四伏 如果投给他们 那么年轻人是不是得上战场呢 柯文哲嘲讽说票投全时中 就是投给党疫苗的人 继续来听 选前最后一天大阵仗紧厉 扫街车还配上防弹剥离 前总统马英九跑到基隆 陪国民党候选人谢国良车队扫街 即使天后不佳 也绝不放过最后的抢票机会 马英九也在批民进党 在蔡英文执政下 让两岸陷入兵凶战危 选择关键在这里 来一呼喊 这次投票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 而民进党决战slogan却是这个 不少网友看到瞬间炸锅头骂 你还沉浸在817那一夜吗 百姓可怜巴巴 抢疫苗 抢口罩抢快筛时 你统统躲起来 慰问拜登的狗屎才跑出来 你还有脸要支持 你正当自己是伟人有怎么想 柯文哲听到蔡英文的抢票宣言 忍不住笑出来 蓝军也痛批民进党这种执政成绩 蔡英文凭什么认为自己所向无敌 肺炎的疫情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万多人 陈时中等于踩了这一万多人的尸体往前走 难怪他的酬音值这么高 抗中保台这些的候选人都去到路做生意啊 我没有看过蔡英文当总统这么勤奋过 全台湾跑场啊 过去这两年我们选民都看不到总统啊 但是过去这一个月 只要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去参加民进党造势场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总统啊 不管台湾发生琢磨重大的危险 重大的危难 重大的惨剧 我们都看不到总统啊 如今蔡英文还叫自己过去拿下817万票 民众却得忍受大陆飞弹飞过头顶 台湾要什么样的未来 选择全在人民手里 记者黄一峻 朱定龙 徐国豪 台北基隆报导 就是明天了选举投票日 总统蔡英文昨天有发布了催票影片 呼吁2020年支持他连任的817万票的 台湾队友们 这次投票也要投给他推荐的民进党候选人 但对此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却分析说 总统蔡英文以前就算是自己的选举 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他从这字里行间认为说 有可能这一次他被逼及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 对 他从来没有说什么投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 他连自2020年大选都没这样说 没有耶 他自己的都没这么投入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已经没 你看今年民进党所有的动作 就是没招了 所以你看他抗中保抬拿出来无效 打黑金 你看最近这两个礼拜 只要打黑金无效 因为打出来让人家想笑 不是无效你知道 因为你自己旁边站了一堆黑金 你告诉我要打黑金你有病啊 然后现在连这个最低的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可是问题是今年是谁先发你这个喉号 是coco姐 投给周一扣就是投给陈时中 对对对对 那你想想看 投给周一扣就是投给陈时中 投给陈时中就是投给民进党 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蔡英文 所以表示投给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投给周一扣 就这么简单啊 不就这个意思吗 原来如此 有学过很等事的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所以蔡英文已经把自己跟coco姐绑在一起了 你知道 太棒了 完美了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为我们立下一个 如何把选举搞垮的一个完美的范例 我想这也会写进选举的教科书以后 好来看到是有媒体报导 说卫福部高层要求官员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 候选人陈时中的选前职业要帮忙助选 但是指挥官王毕胜郑重澄清 说卫福部从来没有要求任何的官员 要参加这类的选举活动 而讲完他也自嘲了 说他人员不好啦 所以没有人邀请他 他也没有叫谁要去参加选前职业 至于徐瑞元他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想我这些郑重的澄清就是我们卫福部从来没有用 这个 所谓的去要谁去参加晚上的这个活动 没有 那我自己我没有跟谁叫谁去参加 我们部长也没有叫我们去参加什么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晚上要去哪里我还没有决定 目前都没有人来邀请我 可能人员也不是很好 所以没有人邀请我 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回家也很好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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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